上个世纪清政府无能,致使我国遭受列强欺辱,大片土地在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中被抢夺走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各国之间为了一方土地常常是闹得不可开交,不过没想到,法国有一次居然还主动给我国一个岛,这让大伙百思不得其解,以史为静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静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斯瓦尔巴群岛坐落于北冰阳上,岛上以山地,辖湾为主,四季寒冷, 这时,我们不禁会想,这样一个与我们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海岛,怎么会与我们这个身处亚洲大陆的文明古国有什么联系呢?而且事实上,这座群岛不禁与我们中国有着深切的联系,甚至联系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,如今的斯瓦尔巴群岛风光以理,但是真正让斯瓦尔巴群岛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享有特殊地位的,却不是它优美的风光,而是,在某种意义上,斯瓦尔巴群岛几乎能算得上我们中国的领土, 要想彻底了解我们与斯瓦尔巴群岛的来龙去脉,这就不得不从民国时期谈起了,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归属于挪威,这是在1920年的斯瓦巴尔条约中确定的,该条约签订时,正值我国的北洋政府执政,于是,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派遣下,特使前往法国巴黎签下了这一条约, 而这无心之举,却为今天的我们在北极开展科考活动打开了便利之门,因为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,赋予所有中国公民自由进出该地,无需签证,即可在岛上从事任何非军事活动之权利。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,才促成了这样的结果呢?在20世纪初的时候,我们国内军阀割据,混战,尚未建立完全统一的政权,而此时的世界列强,纷纷对世界资源进行探索,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,斯瓦尔巴群岛被列强发现,其底下蕴藏着巨大的矿产资源,于是,中国就相继宣布,对矿产享有主权开发,一场关于该群岛的矿产之争就开始了,但是毕竟,斯瓦尔巴群岛地处偏僻, 列强也并不想就为了这么一个偏远地区就大打出手,而是为了避免战争选择,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进行和平开发,在1925年的时候,法国派出了代表前往中国,想要中国也能在这样一份协议上签字,并让中国政府也承认该条约,法国当然不会无视献殷勤,法国这样做,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考虑的,让我们继续听下去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英法虽然都是战胜国,并且在巴黎合会中获得了一些殖民地和特权, 但法国的境遇却跟英国大相径庭,英国与欧洲大陆相隔一条英吉利海峡,虽然也受到一战炮火的影响,但毕竟相距遥远,其本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,依然能保持较为稳定的情况, 但法国却因为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,受到炮火影响最大,许多工业设施和经济行业都受到极大冲击,为了维持政府统治和经济平稳发展,法国势必需要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, 以巩固其列强的地位,宣示自己的权威,所以才想通过邀请我们国家参与到斯瓦尔巴条约的签订当中去, 而除此之外,就是我国当时的世界地位了,虽然我们国家当时在世界上受到多国列强的欺凌,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,在亚洲地区,中国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忽略的大国,世界上任何事件性的条约如果中国缺席了, 那么该条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一定会受到影响,出于对我国当时的亚洲地位考虑, 法国也应该邀请中国参与,而当时我们国家的社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? 为什么会愿意前往远在大洋彼岸的巴黎,去签订这样一份看起来毫无作用的条约呢? 1925年,法国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,他们召开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会议, 决定用挪威的一小片领土来达成让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的模式, 这个模式是将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拿出来给各国国家无偿使用, 虽然挪威依旧保持对这块领土的所有权, 但各个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这块领土,同时这里也不得爆发战争, 也许是法国想利用这块共享的土地,让大家可以和平解决整顿, 虽然这个决定不能直接阻止二战的爆发, 但也让很多国家加深了外交关系, 当时我国的段祺瑞政府也代表中国入住了这块领土, 也算是给了法国一个面子, 其实这块土地本身没有什么价值, 不过聊胜于无,既然是别人送的, 不要白不要, 把它当作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的中转战也是不错的选择, 可这块看似无用的土地, 在一百年后却帮了中国的大忙, 意外之喜, 在二战结束后, 世界真正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, 虽然美国和苏联因为冷战的原因, 依旧小范围的爆发战争, 但大体上各个国家都进入了和平发展科技的进度当中, 在科技领域, 大家不仅要在本国范围内竞争, 在其他领域也要进行竞争, 其中就包括对北极地区的开发, 虽然北极地区不能居住, 但是北极下面的矿产资源简直不要太丰富, 自然吸引大量国家的开发, 这时中国就陷入了尴尬的局面, 处在亚洲中南部的中国是无法和北极接壤的, 想要探索北极就必须经过别的国家, 由于当时和苏联产生的隔阂, 自然是不能通过苏联境内前往的, 可是绕道的话不仅路程消耗大大增加, 且无法在别的国家境内建立不给站, 即使强行在北极建立科考站, 物资补充又是一个大问题, 一旦别的国家进行运输限制, 北极科考站里的人随时会出现问题, 这是政府突然想到, 在一百年前的会议中, 我国拥有了斯瓦尔巴群岛的使用权, 这个地方距离北极非常近, 作为科考站的补给点在何时不过, 因为当年段祺瑞政府是代表中国参加的会议,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依然有效, 于是我国便借助这个地方建立的中国北极黄河站, 这个站点于2004年正式完成建设, 不但多年来平稳运行, 还是中国所有极地科考站中主要的空间物理观测点, 对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, 不过斯瓦尔巴群岛对中国的意义可不仅是建立科考站这么简单, 就连法国自己也没有想到, 当初的一个小想法, 竟然在无形之中帮了中国这么大的忙, 最初, 法国在决定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, 只考虑到了这个土地的地理位置, 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深度探索, 可实际上, 这块土地本身的价值也非常大, 斯瓦尔巴群岛不仅有大量的石油、 煤炭资源, 还是一个物产丰富的捕鱼港口, 借助这里的地理优势, 我国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和捕捞工作, 虽然矿产资源是有限的, 但海产资源几乎是无限的, 在这里建立的港口, 极大的减轻了我国海产资源的进口压力, 不少中国人也借机来到这里开发旅游等产业, 因为我国拥有主权, 所以来到这里不需要任何的签证和手续, 非常的方便, 除了在经济方面之外, 这块土地的战略意义也非常的重要, 虽然现在全世界处于和平时期, 但战争会不会到来, 谁也说不准,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随时可能出现的, 在这种前提下, 斯瓦尔巴群岛对我国的全球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,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格陵兰岛和欧洲的中间区域, 其战略范围覆盖到了大半个欧洲地区, 从导弹的射程范围来说, 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欧洲强国也被完全笼罩在里面, 一旦战争可能爆发, 我国就可以利用海军和潜艇, 完成对斯瓦尔巴群岛战略武装, 让整个欧洲都不敢轻举妄动, 如果考虑到最先进的核弹和卫星武器的射程, 即使美国也在我国的打击范围之内, 可以说一块小小的土地, 就让我国拥有了大半个地球的威慑力, 这一切都要感谢法国当年最无私的馈赠, 不过现在回想一下, 当年中国也差一点和这片土地失之交臂, 一开始, 法国对这片土地的想法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支持, 唯独中国对这片土地不感兴趣, 一方面, 这片土地距离中国太过遥远, 即使获得了使用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, 另一方面, 当时中国的内部是十分的混乱, 段祺瑞政府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, 所以一开始段祺瑞是拒绝这件事的, 可是法国却要求中国必须来签约, 无奈之下, 段祺瑞才派了一个人草草的签约, 事后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一回事, 可以说这块土地完全是中国不想要, 法国硬塞给我们的, 现在想一想, 如果当时没有签约这块土地的使用权, 很多事情都会受到限制, 尤其是北极科考站的建立, 将会出现非常多的波折, 最后无法建立也是很有可能的, 如果法国政府早早知道现在的结果, 当初还会强行要求中国前来签约吗?